好 这个小节呢 我们讲一下 怎么去对业务区做备份 好 在做对业务区做备份的话 我们首先要装个业务区 那装个业务区 装什么样 比如装个温期 好 温期 好 我们先装台虚拟机 目前这里边就有三台虚拟机了 预控 微生产 VDP 是属于管理层面的 然后在100项目呢 我们再去建台虚拟机 来做测试备份恢复 好 我先装温期 温期 温期 六四位的 好 这就规格我们就默认了 这硬盘会设成经典的 硬盘设成经典的 因为硬盘空间小 好 下面来挂在温期记下 咱们把温期安装了 啊 点那个V挂光盘 啊 温期的专业版 啊 这个窗口去切换也是按 Countout键来切换 好 温期安装完了啊 好 我们来开始复制换 好 密码就不设了 我们要去做用温期来做 EOPG测试备份还原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先给温期的讯息啊 装那个微描图 这是必须的 好 下面我们给这个温期讯息啊 来挂载温期讯息 在管理里边点安装温期讯息 啊 给他安装那个TOS工具 这个TOS里边呢 集成了好多驱动 啊 在装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有哪些驱动啊 各种IO卡啊 包括跟一个性能相关的各种驱动 好 下面来安装这个TOS啊 安装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状态里边 它会显示正在装哪些东西 就是我们把TOS装完之后 就可以用它来做测试 看到怎么去做备份呢 好 另外这个TOS如果不装的话 其实在高可用当中 一旦主机被荡击了啊 这个驱机也是无法被受到保护的 啊 这是大家看正在去装 他说正在去装这个 呃 啊 这是各种驱动 叫VMCA的驱动 啊 还有那个网卡 还有这个鼠标啊 等等 还有云屏视频的驱动 好 性能监视器 啊 这个性能监视技术 也就是如果你不装TOS 实际上通过微生态的界面当中 无法读取到这个这个虚极的资源消耗的 就是你读取到你这个 讯息的VCPU资源消耗多大啊 包括你的硬盘资源消耗多大呢 这都是需要去通过这个 VMTOS的驱动来去来去完成的 啊 这个章重新之后 咱们开始来去测试备份了啊 但是在备份之前 我们来先看一下VCENTER VCENTER 那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虚极机了 刚说过了 在主页里边 已经看到VDP的图标了 那你用现在能背吗 那现在我们去到这个 到这边找虚极 啊 然后比如找AD吧 现在右键AD的这个虚极机的下拉菜单当中 已经有VDP了 但VDP操作当中无任何可用操作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主页里边 先找到VDP的图标 它目前是未连接状态 未连接状态 我们现在点连接 啊 这边正在装完了 先让它重启 啊 这是我们温锡这边已经装完了 而且装完TOS了 然后呢 这个 这边的话呢 我们已经把VDP连接了 我们看最后看VDP的状态 好 现在看已经能打开了 就刚才是未连接状态 它是打不开这个VDP这个窗口的 现在可以看到VDP整个的管理界面了 这个VDP管理界面当中啊 就能看到你的备份的选项 对哪些讯息曾经做过备份 啊 包括可以做恢复 啊 复制 做配置 啊 这个配置就代表 它前期我们通过853做过一部配置 啊 这是这个里边的配置信息 好 现在我们这个温期应该是已经完成任务了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给做备份 啊 备份就很简单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呃 这个窗口都关闭了 就剩下 它因为把VDP集成了 集成了微生上的表现了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主机跟机群 选中VDP的虚拟机 啊 目前虚拟 刚才看到了已经装上了WimTools了 啊 这代表Tools的版本号 然后呢 而且目前我们这个环境是没有用到共享存储的 换句话说 都是用EIS本地存储 但实际生存环当中 我们规划你将的备份往哪备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在前面介绍的任务室的时候 在做VDP出窗配置当中 要设置备份存储啊 但是我们这个实验环当中 中间没有去挂共享存储 只用本地的数据存储做一个备份存储的 好 下面咱们先去备份啊 啊 这个感叹号的图标 我们看这要它是报的什么错误啊 这是有一个小的告紧 啊 这个告紧是一个黄色的 咱们先不用管了 先备费 好 然后啊 这个告紧它是这儿 封印令你这不用管了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对虚击点右键 能备费啊 因为这个VDP备份的话了 它实际上是只能备 要不就备整个虚击机 或者备份虚击的某个磁盘 它是不能针对虚击的文件来做备份的 好 下面我们来选中备份员 我们对温期来做备份 点下部 但这个温期目前是属于开机状态的啊 这是你备份的这个作业时间 是每天什么时候备份啊 这个就你可以自个儿设 它是按照这个作业来给你自动备份的 首次备份是全备份 后面就增量备份了 好 然后点下部啊 这代表备份的一些策略啊 这个咱们就不策畅啊 作业名称就是温期 备份 然后完成 新建作业之后的话呢 目前它的作业啊 它是按照这个时间来叫做备份的 但咱们现在需要去立马做备份 马上做备份 就是现在创建了备份作业之后啊 我们要去人工的给它立即备份啊 因为咱们做测试嘛 好 这是一个备份作业 点备份作业点立即备份啊 备份员 所有员 因为目前长的员只有一个分期嘛 所以说我们就备份所有员 啊 它说发发出这个请求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就有提示了啊 就正对这个虚机开始做备份 同时要打快照 因为备份是用到快照技术的 因为它为什么用快照技术的 因为目前这个虚机和正在处于一个开机状态 提问业务 然后做备份首先要打快照 打了快照的话就是我备份期间 你用户写数据 写到那个新增加的那个快照的那个增量增量文件里面去 原文件便自读了 我只对原文件来做备份去 啊 这个备份时间也需要中间等 啊 因为目前第一次备份是比较慢的 对温期做备份啊 啊 目前备份作业到2%了 也需要等等么短时间 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备份完成了啊 所以这个通过备份的这个中间的过程 发现用VMount VDP备份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备份期间我们的业务还是没有中断的 它是机打快照的 好 现在我们要开始呃 这是这个备份啊 备份的一个过程 后面就算恢复了 啊 所以这个备份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啊 只要把VDP集成了卫生它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新建作业来备份 啊 备份之后的话 就是在备份备份里面啊 在备份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备份的这个作业的 而且备份成功之后 你在恢复里面也能看到这个这个镜像 这个原镜像 啊 好 就是有关这块 啊 还有点就是我们我们点 刚才我们点备份的通过这个点主页里面啊 啊 在下面找VDP 在备份中这里面也有的备份 恢复这个选项 啊 这是立即备份 啊 但是我们换一台虚拟机来看一下它是没有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刚才是在温西对温西这个去做个备份 你做个备份 好了 也就 其实是做应该全备嘛 啊 这里面就可以啊 点立即备份 这个点立即备份就代表 不再去按照作业的时间来做备份了 你莫的话它是按照这个新建备份作业的时间来去做备份的 比如说每天半夜的12点备份 它会到那个时间段来给你做备份的 而且呢 一旦你 曾经备过了 第一次备份过了 全备过了 第一次是全备 那我们现在 全备之后 比如我下面下次再做备份的时候 我不想按照这个备份作业的时间来做备份 你可以人工点立即备份 啊 那如果是这个讯金曾经没有做过备份 没有做过备份作业 那你点右键的VDP操作表是没有任何操作的 有个意思 好 这是这个小节当中 我们的备份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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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